不动的这一面,以下那个…… 冷眼经理讲,波斯利王, 波斯利王是跟释迦莫尼泊同年, 他说几年不见, 法白面咒,行不隆重, 在方等会上,这年数也很大了, 佛陀讲,有不变的东西, 他说你小的时间看着恒河, 跟你现在看着恒河有没有变, 他说没有变,见经没有变, 就是小的时间看着恒河的水还这么流, 现在老了,这个水还是这么流, 但是变的话呢,形象变了, 就是外表的这个象变了, 年纪老了,波克白了, 本性没有变, 他们看着有一句话讲, 人老,心不老,心是不老的, 尽管心不老,你走路这个腿不灵高了嘛, 你走路要慢慢走, 你这么一蹦两跳的话一定会损逃, 那小孩子蹦蹦跳跳没有关系, 因为那个身体变了, 身体没有不变的, 身体也没有不死的, 一定要死, 本性是不死, 本性是诸法的底渊, 所以佛陀徹法底渊, 他已经了解诸法的根本, 诸法的根本是空, 空啊, 空没有什么变的, 因为是诸法的性, 诸法的性是空的, 那么诸法以空为基础, 这个空就没有变, 如果有的话就变了, 注意空于有啊, 诸法以空为基础, 法性, 法性就是空的, 所以它不变, 法性是有的, 有的所以就变, 有祭, 祭龙来的, 祭何来的啊, 那它一定会变, 会散, 有祭就有散, 有生就有见, 这是自言之理, 有生就有死, 生死轮回啊, 不惜其理, 但是有它不生灭的这一部分, 不生灭的这一部分就是啊, 它的本性, 本性呢, 是不可得的, 本性因为它不可得, 因为它的空, 所以继续空变法界, 如果说本性是有的话呢, 那么可以指得出来, 可以见得到的话, 那就是不伟大, 所以指不出来见不到, 说它大, 效力大, 功用大, 所以在这个, 生饮, 法饮, 无生法饮, 就是无生之法, 无生之法就是诸法的本源, 众生的本性, 无生的, 无生就不灭, 无生就不灭, 有生必有灭, 你要能够对这个道理相应了, 叫做无生法饮, 饮就是相应, 应可于心, 我相信了, 我承认了, 是这样的, 我们现在达不到那个境界, 自看的, 生生灭灭的这个, 煥煥画画里, 没有看的不生灭的那一部分, 生灭与不生灭, 就等于守心守肺, 翻过来就是不生灭, 再翻过来就是生灭, 这两个就是说是, 你看你怎么看上, 我们现在光看守备的生灭, 没有看的守心, 就不生灭, 也就是说是, 第八卧的也是有生灭, 有不生灭, 那么我们能看到, 生灭的这一部分, 看不到不生灭的那一部分, 那一部分与我们不相应, 我们的境界达不到, 我们的功夫没到, 自看的诸法, 二元只看的一面, 另外一面没看到, 看四没有看到理, 看权没有看到识, 是思, 四界, 残疾, 就是淫汝, 这都是可以到这个, 波罗蜜里, 波罗蜜就是道比难的, 就是究竟圆满的意思, 这个淫汝这样子讲的, 就不是说, 打你你不关手, 骂你你不关口, 不是那个意思, 所以我们常常讲, 佛教讲这个淫汝啊, 是相应, 是相应啊, 以众生相应, 以诸法相应, 以无生之法相应, 就是淫汝, 淫, 淫可于心, 相应于理, 第一, 就是残提波罗蜜, 霹雳也波罗蜜, 就是精进, 霹雳也是印度化, 翻到中国化就是精进, 我们修学佛法的人呢, 不能够朝三暮四, 所以必须要有精进心, 自由妄想, 这个道要增加, 不能减损, 要减损不能叫做道, 增加, 你比如说我们这样, 日常的这些个功课呢, 哪一些个重要, 哪一些个不重要呢, 一定要把它分出来, 所以精进呢, 精而不砸, 静而不退, 奉劝各位啊, 我们一定要有一种法门, 做你修持的一个方针, 不要乱, 乱了你啊, 得不到具体的利益, 或者我念佛, 就是念佛, 常常我看经也不看, 拜佛也不看, 不拜, 或者我专门念经, 或者我专门打坐, 总要选择一种, 与自己相应的, 与自己的习性相应的, 习惯相应的, 你比如说拜佛偷昏, 那我打坐嘛, 我打坐嘛, 容易昏沉, 容易打妄想, 那你就看经嘛, 看经不懂, 你就听经了, 听经不习惯, 那你就是做旁的法门, 总而言之, 你做这个法门, 与你的这个习惯, 你与你的本性, 很相应了, 这就可以啊, 往前坐, 往前走, 就是惊而不杂, 你比如说我们现在做功课, 做早晚课, 回去我们到这个, 来这个共修的时间, 这是共修啊, 不是别修, 共修它有一定的程序的, 它要不能够迁就哪一个, 它有一定的共同的规矩, 唱什么, 念什么, 拜什么, 我们自己修的时间内, 那我们自己要选择了, 但是这个不能够骗自己啊, 有的人哎呀, 我高兴打坐, 我拜佛不愿意, 拜佛辛苦嘛, 打坐万人一坐, 就等于休息了, 睡觉了, 那就等于自己耽误了一辈子了, 总是打坐的时候不能坐黑漆桶啊, 因为打坐的时候, 在那里昏尘, 你看老何人一打坐, 马上脱就低下去了, 脱一低下脱背出来了, 汗水就流下来了, 再一会儿就呼噜上了, 这个打坐不就是黑漆桶吗, 那么这还不如放倒了, 放平睡觉还好, 何必多难的受罪, 你打坐要修止观嘛, 修定慧嘛, 一心不乱, 谈在这里啊, 我们说说这个修行的方法, 不除妄想, 不求真, 这是永家正道哥里讲的, 不要除掉妄想, 也不要除了真, 求真, 因为真与妄是一个东西, 是我们的看法, 这个是真的, 这个是妄的, 实际这个真与妄啊, 是一个, 我们现在说求真呢, 不容易, 真心你见不到, 因为你还不到那个无神法隐的境界, 求妄心, 所以天台中啊, 修止观啊, 用妄心来修, 就是这个道理, 用妄心来修, 妄心, 我们每个人都可以见得到, 你打妄想嘛, 难道说你打妄想你都见不到嘛, 一定会见到, 啊, 我现在的大妄想, 你就抓住这个妄想修, 你离开妄想找真心你找不到, 因为什么? 妄想就是真心, 真心就是妄想, 这两个东西啊, 见银见智, 见银见智, 所以离却妄想啊, 没有真, 离了真也没有妄, 真妄合合的一个东西, 所以我们现在就是用妄想来修, 所以他要用这个第六意识来修, 打妄想的时候修, 这是个比喻什么东西呢? 就是我们利用这个妄想来出妄想, 就是以读公读的意思, 就是经里面有个比喻, 以蟹出蟹, 你这个门上有一个钉子, 打进去一个钉子, 想把它拔出来, 拔不出来, 拔不出来, 锈了, 怎么办呢? 你再拿一个钉子往里顶啊, 再拿个钉子顶, 把这个六钉子就顶出来了, 这叫以蟹出蟹, 这个钉子就是妄想, 妄想, 你想把这个妄想拔出来啊, 很难啊, 是不是? 你要想断妄想不容易啊, 你不要断, 再拿一个妄想来顶妄想, 注意啊, 这是个方法啊, 就是以蟹出蟹, 拿一个钉子来顶那个旧钉子, 这个旧钉子就出去了, 就把它顶出去了, 利用五音色受响行识, 我们不要怕, 这是五音啊, 照见五音皆空啊, 怎么空啊? 你利用五音来攻破了五音, 利用妄想消灭妄想, 可千万不要说我要求真啊, 求得不得了啊, 两个眼睛瞪着直直的, 那你瞪死了你真也求不到, 你就是我把这个妄想集中的, 这个妄想集中的力量也很大, 妄想是散了就没有力量了, 我把妄想都集中, 我专门打你这个妄想, 你心妄想打老妄想, 那么, 如果妄想一集中了, 这个就叫做一心不乱了, 注意啊, 一心不乱了就是妄想集中了, 用妄想, 把这个妄想集中了, 来攻妄想, 攻妄念, 把色受响行的这个五音呢, 把它集中力量来攻这个五音, 这是精而不杀, 进而不退, 不能退啊, 一退就散了, 这个妄想就散了, 那就是我集中心力, 一心一德的, 这是妄想嘛, 一心一德也是妄想, 集中精力也是妄想, 来攻破了这个老妄想, 就拿一个新钉子, 顶出旧钉子去, 你旧钉子拔不出来嘛, 烦恼不能断了, 你说烦恼断了, 就等于把旧钉子拔出来一样, 你拔不出来, 拔不出来怎么办呢, 就再拿个钉子来顶啊, 往里顶啊, 顶点孩子就顶出去, 是霹雳也不罗蜜, 就是精进不罗蜜, 禅罗不罗蜜, 禅罗就是禅定了, 用禅定呢, 可以到比难, 叫禅罗不罗蜜。 禅罗, 这里面有三个程序, 就是妙奢摩托, 三魔禅罗, 在冷眼经里面是这样子, 妙奢摩托, 三魔禅罗, 妙奢摩托是子, 三魔是观, 禅罗是子观不二, 这叫禅罗不罗蜜, 就是子观不二, 就是用中道的这个想法, 禅罗呀, 禅罗呀, 是一种禁律, 就是清净的思虑, 不是叫你坐在那里什么都不想, 那等于哭怒了, 你也不可能不想, 你说我坐在什么都不想, 那是一点自欺欺因之谈, 要叫你清净的思虑, 想清净的, 不要想妄想, 不要想害人的事情, 想这个救世救人的事情, 这个叫做禁律, 律就是思虑, 清净的思虑, 不想贪嗔痴的事情, 想戒定慧的事情, 往那里坐了, 你总想想嘛, 所以我常常教他们学生, 如果你没东西想你, 你背大悲咒也可以呀, 再没有想的话, 你把教的英文, 你在那里背英文也可以呀, 那就是你再没有事情做, 你就在那里随便念一句佛, 也就是净律, 你光往那一坐, 好像是, 你心里边抓不住, 身体是定了, 心里边没有定, 身体定, 心里边没有定, 没有用点, 主要是定心嘛, 定身很容易嘛, 身体不动, 这很容易, 心里边不动很难, 心里边要动的话, 不动的话呢, 你就要是心一圆一静, 要攀缘一个境界, 不要老患, 彻底的缘, 我们禅宗叫做, 大一大悟, 小一小悟, 喜一情, 喜一情, 对这个问题, 你不是讲, 父母未生以前, 如何是你本来的面目, 在父母没有生你以前, 你的本来面目是什么样子, 你想一想, 当我们学过教的, 就很容易找出理路来, 讲三思因果啦, 讲业力报应啦, 啊, 这么推可以推得出来了, 或者讲这个种子啦, 或者讲修习啦, 说讲这个种姓柱啊, 或者是这个习所成啊, 那么不同教的话, 他一定要是在那里想, 父母未生以前, 我的本来面目是什么, 你看这个小孩子, 刚刚一生下来, 你问他从哪里来的, 前几天这个, 晚报啊, 是不是晚报啊, 自力晚报啊, 等一个消息你们看的没有, 外国的, 一个生个女孩子, 到了三岁, 到三四岁的时候, 他就说我是啊, 从前是什么人, 是怎么死的, 他记得清清楚楚的, 他说我从前是个男孩子, 骑摩托车呀, 叫人家创死了, 在什么地方创死的, 那个, 我们这个晚报登出来的, 前两天的, 照片也照出来了, 这是外国人, 不是我们中国人, 说得清清楚楚的, 他的父母亲, 父亲是谁, 母亲是谁, 他的亲戚朋友都是谁, 就是他前生的事情, 没有忘了, 是这一生的投胎了, 投到你们家里做个女孩子, 他本来是男孩子, 他这个父母也搞得不明其妙, 他一天神经兮兮的, 说好了, 照着你的路子, 带你去找嘛, 他说你们带我去, 我一定找得到, 坐车把他带着去了, 一找就找到, 这个地方就是我的家, 我就是从这种骑摩托车, 叫人家创死的, 说好了, 敲门车不要敲门, 前门没人开, 我们家里边呢, 前门不能开, 都走后门, 因为我母亲腿不方便, 从后门, 从后门进去, 他们就从后门进去, 国家一个老太婆就出来, 拿一个拐杖, 从后门给他开门进去了, 他一看了, 就认识他是他的妈妈, 他就问他, 我的爸爸念头, 爸爸已经死了, 一讲出了家里的亲戚朋友, 他都知道, 他都知道, 这如果这个事情要出在我们中国, 我好像又是迷信了, 就是出在外国, 哪一天的报纸我忘了, 没有几天, 这个自立网报登的, 登的好大一篇, 就是投胎啊, 投胎, 那么就说是这个, 投胎之学, 灵魂之学是有的, 有的, 但是这个里边呢, 我们就联想到这个中阴身的问题了, 我们说死亡之后啊, 七七四十九天呢, 我顺便讲, 要忘了, 我就忘记啊, 这个汪, 汪先生有一封信啊, 他太太死了, 你们大家到兵营馆去送啊, 给他祝念啊, 非常感谢了, 就顺便讲一讲, 我几乎不再忘记了啊, 您死了啊, 中阴身啊, 七七四十九天啊, 受地狱啊, 下地狱啊, 跟你们可以讲, 你们都是老学佛的了, 跟新学佛的不能讲, 这是心里受宅被, 心里受宅法, 避欲, 以前我们坐在哪里啊, 心里边不安啊, 如坐真坦呢, 啊, 这个就等于说, 你活生生地在受地狱的罪, 啊, 说地狱里有多少年啊, 多少这个, 这个多, 很,很长啊, 无间地狱啊, 这个时间长短啊, 也在我们一念之间, 你说长就长, 说短就短, 我想七七四十九天呢, 这个时候正在, 正在阴间, 受这个自己的良心上的, 一种的这个, 宅法, 一种的宅法, 痛苦, 你比如说我们做错了一件事情啊, 自己在家的反省的时候很痛苦的, 很痛苦的啊, 啊, 那就等于受地狱的苦, 等于受地狱的苦, 说根据大乘什么天堂地狱, 唯心所造, 唯心所献就是这个道理, 不一定死了之后下地狱啊, 我们活的, 活的时候, 良心受宅备的时候, 那就是地狱, 啊, 所以他这个, 这边死了, 那边没有好久, 就他的报纸报道没有好久, 那边生了小孩子, 我想七七四十九天是有的了, 然后就, 并没有经过什么天堂地狱啊, 去出生啊, 没有这样的经过, 投胎了, 所以七七四十九天, 我想在这个中间呢, 做功德力量最大的话的, 也是这个道理, 他正在这里反省的是什么, 在阴间嘛, 好像我上次跟各位讲过了, 做梦的时间叫做阴神, 禅定有神通叫做阳神, 因此呢叫做神时, 叫时神, 这个时, 时, 时神呢, 那就等于我们做梦一样, 做梦一醒了, 我们现在做梦醒了, 还可以活动了, 身体没有坏了, 临死的时间呢, 在咪流的时候啊, 等到你醒的时候, 这个身体坏了, 回不来了, 气断了, 那么这个神时啊, 就在幽荡七七四十九天之内啊, 七七四十九天之内啊, 受自己的这个生前呢, 良心上的这个宅法, 自己宅法的很痛苦的啊, 所以这一点呢, 我们应该体会得到, 所以大乘与小乘的说法不一样, 大乘讲一切微信造, 小乘讲啊, 是有行为的, 有行为的, 天堂是天堂, 地狱是地狱, 迎天教, 跟二乘教, 跟菩萨教, 跟佛教都不同, 佛的境界, 你像我昨天晚上讲, 讲法后经, 开佛之见, 开佛的之见, 跟开菩萨的之见也不同, 开菩萨的之见, 跟开罗海的之见也不同, 开罗海的之见, 跟开凡夫的之见也不同, 凡夫的之见, 跟开出生的之见也不同, 你要先了解佛的之见, 那么所以在这个, 神识受宰法的时候, 每每这些个佛的之见, 罗海的之见, 菩萨之见, 都迷了, 迷住了, 所以菩萨有歌音之婚, 罗海有入胎之迷, 迷了, 所以我们给他念经啊, 念佛了, 他直接的可以, 直接的可以接受, 影响到他的这个智慧, 所以在七夕四十九天, 如果真正可能的话, 天天念佛, 如果因此的话, 天天念佛, 那就是做三十系念啊, 做大蒙山啊, 比方艳口好, 那么念佛呢, 又比那个好, 他能听得到, 第八无了也是能听得到, 而且他正在这个, 在阴间正在这个受宰法的时候, 所以禅罗波罗蜜啊, 这里边包裹了很多的道理, 般若波罗蜜, 般若就是智慧, 当然是般若比智慧要高了, 般若里边就是, 包括了这个观照般若, 实相般若, 文字般若, 就是啊, 所以是, 一文解义, 三四佛冤, 如果我们根据经典里解释道理啊, 这是萧文诗意啊, 那你是跟佛做冤家, 离经一字, 等于摸说, 你说怎么办? 所以离开经一个字, 你说的话等于摸说一样, 如果你根据文字来解释道理呢, 就又是跟佛做冤家了, 讲经是难的, 离开经也不对, 不离经也不对, 那就怎么办呢? 就是诚信而谈, 诚信而谈, 诚信发挥, 说我们无论讲什么经不必看, 这个文字只能做一个引路的, 那这有我怎么走, 那是有我, 但是总不会走错了, 这个性里边呢, 已经是, 性是固定的, 像是变的, 性是固定的, 你比如说我们从前念佛学院的时间, 他用三方面的学问呢, 集中到一身, 跟现在的佛学院不同了, 我十二岁出家, 就开始念佛学院, 十二岁, 小孩子, 那个尿都撒到裤子里, 那根本就谈不上, 念佛学院了, 跟着你跑了, 种善根了, 念三年, 念到十五岁, 刚刚赶在九一八四, 售戒, 售完戒就到, 民国去, 秦京必先法师, 秦京一个尾身的, 必先法师已经是, 不做方丈了, 保经法师做方丈, 他那个佛学院, 来者不拒, 去者不留, 经常有七八十位学生, 年龄不限, 但是没有女众了, 年龄不限, 程度也不限, 但是去都是亲近, 他一个长老了, 以长老为号召了, 所以我们常常讲说, 现在学佛最好走老路子, 不要走新路子, 走新路子, 我们走不上去的, 什么动不动科学, 哲学了, 我们差得太远了, 什么博士, 硕士一大堆, 我们赶不上去, 走老路子还可以, 他们还可以向我们学一学, 吃饭怎么吃啊, 睡觉怎么睡啊, 讲佛法这一套, 你博士也不行啊, 你要向我们学, 你要是讲科学哲学, 那你要向他顶礼了, 说我们佛学就是走老路子, 不要标新利益, 标新利益在社会上没有我们的利益, 没有我们的地位, 同时佛学也不是这样的讲, 那么早上起来上店, 上班店就过堂吃饭, 过完堂吃饭就是福小说, 昨天讲的今天你都要讲出来, 抽签, 你就不能不准备, 不知道哪一个抽到你, 他抽签, 讲完之后他就给你改了, 声音太大了, 声音太小了, 做的不对了, 这里发挥的多了, 那里没有发挥, 一句一句给你改, 然后再抽第二个, 这样一搞就半天下去了, 吃完中饭, 回来休息一会儿, 下午讲大做法师讲, 吃晚饭, 晚饭吃完了上灯, 上灯嘛, 大家就把今天所讲的, 参考历代祖师的注解, 把你自己所想的, 法师所讲的, 历代祖师的注解来参考, 这三方面混为一体, 那么第二天你要讲出去的, 第二天你要讲出去的, 这叫三方面混成一个性, 本性, 所以讲经不能依赖注解, 依赖注解就受了限制了, 离开注解的范围你没办法发挥, 没办法发挥, 所以从性起修, 天天这么高, 搞九年, 这讲经上的一种习惯, 那么所以是啊, 讲经也要在禅病之中讲, 在讲经以前都要修止观, 打半个小时做, 以开境才能讲, 说由定中而说, 由说中而定, 说末同时的, 说与末是互相用的, 说般若与禅定是互相用的, 互相用的, 所以是啊, 这个根据经的文字来消闻诗意, 是三世佛冤, 离开经的一个字, 等于摩说, 那这个讲经就很难了, 说禅罗波罗蜜, 波罗波罗蜜, 这两个应该把它放在一起, 非字不禅, 无禅不字, 你没有禅定的功夫啊, 没有办法启发智慧, 你讲教, 因为我们现在讲经, 注意叛教, 你们各位有的时候去听法国经了, 不懂教的人啊, 听我讲经啊, 那就是很难过了, 如果懂的叛教的人, 你听我讲经好像就是很顺, 他经里边都有叛教, 一个字一个字判, 是什么位子, 身的钱, 大乘小乘, 都要分出来, 你分不出来啊, 这龙同真如啊, 那个不行, 那个不是佛法, 所以是啊, 叛教如果你没有禅官呢, 那是说师赎宝, 入海算杀, 如果你光修禅官, 不懂叛教啊, 难政, 难政是为政为政, 为德为德, 是很危险的, 你有那个境界你不知道, 这个境界终究是什么境界, 是哪一个位子, 哪一个位子, 就像我昨天讲这个, 开四悟路, 佛之之间, 开四悟路, 开就等于我把门开开了, 是嘛, 就是到门里边来了, 来告诉你这是经, 这是佛, 这是法, 这是生, 只是你, 然后你悟懂了, 路, 跟佛法神混到一起了, 打成一片了, 但是佛门咯, 这个不是罗汉门咯, 不是菩萨门咯, 不是凡夫门咯, 开佛门, 是佛的之间, 悟佛的之间, 入佛的之间, 那你就跟佛众生打成一片了, 就是生佛不二, 就叫不二法门, 就不二法门, 开, 是, 悟, 入, 入就是跟这个, 比如我们一般讲六根入六尘呢, 眼睛看颜色, 你说是眼, 这个眼睛先对颜色, 是颜色先对眼睛, 这两个应该是没有先后的, 一对上了, 就变成一个了, 变成一个就发生作用了, 那你这个跟这个, 跟这个佛众生的心, 跟佛的心打成一片了, 一个心, 入就是, 入就是所谓是这个, 大成一片了, 不二, 说你第一个要先把这个门开开了, 开佛之间呢, 这个门开不开你进不来啊, 所以温男尊者在冷眼会上, 请入花屋之门, 我想到这个花屋里边来, 不得其门而入, 我们进入宝山, 你根本来门都找不到, 你怎么说入宝山呢, 你得找到门呢, 所以要把门开开, 然后到宝山里边来, 你就告诉你这是什么宝, 那个是什么宝, 然后你明白了, 你跟这个宝就打成一片, 宝就是我, 我就是宝, 我就是活宝, 这个就是开四误入佛之之见的, 那这两个是一个禅观跟般若是连在一起, 你光有禅呢, 没有智慧不行, 光有智慧啊, 没有禅挪也不行, 所以啊, 般若, 波罗蜜般若就是一边用智慧来讲了, 当然我们不必解释那个什么文字般若, 这是前面是六度, 圆满的慈悲吸射都加个圆满啊, 前面是圆满六度, 这是圆满慈悲吸射, 这是四无量心, 四等, 慈悲, 我想这个名词我们大家都会用了, 佛弟子都是讲慈悲的, 佛是以慈悲为心, 菩萨以慈悲吸射为心, 菩萨以吸射为心, 佛是以慈悲为心, 菩萨第二是蛇, 而且很欢喜的蛇, 叫吸射, 佛都是讲慈悲的, 慈与乐, 卑拔苦, 同体大悲, 无缘大慈, 这是佛陀的境界, 吸射呢, 是菩萨的境界, 菩萨就是舍, 如果你要舍不得, 那就不是菩萨, 或者财思法思, 都要不死, 你比如说我们在皮包里面装了, 专门装一些个小票, 到庙里去拿个十块, 大票另外放一个袋子里, 到这个邮箱柜子里, 翻了半天, 专门掏小票, 装十块钱, 这个搞不得, 这个工作里, 最好不要丢, 你不丢, 没人管你要嘛, 那你就分别了, 你一百块钱另外放在一起, 这就分别了, 这十块钱, 我就十块钱了, 专门跑庙的, 跑庙专门丢邮箱钱的, 那你就是, 要丢, 就随便, 眼睛一闭, 一摸出来, 五百一毫, 一千一毫, 过来丢, 要不然就, 不要丢, 回头, 我是专门都是小票, 没有大票, 也是一句话, 如果你在这个, 舍的时候有这个, 分别还不是习了, 如果很欢喜的话呢, 就不会计较多少, 欢喜的话你不会计较多少, 计较多少已经起分别了, 起分别犯不上了, 慈悲, 这个习舍两个字很容易懂, 把这个舍啊, 很欢喜的舍, 很欢喜的舍, 但是慈悲两个字, 要用这个同体大悲, 无缘大慈, 就是说用悲的时候, 站在同体, 就是立足点的平等, 也就是我们现在一般讲的, 互助的精神用悲, 不是救济, 悲, 我来帮你忙啊, 我今天帮你忙, 明天也许你帮我的忙, 我帮你这个忙, 也许明天你帮我那个忙, 这是互助, 这个悲, 悲就是帮助嘛, 帮助, 那么你就是, 站在平等的立场, 运悲, 平等大悲, 平等大悲, 可千万不要, 比他站的高, 比他站的高的话, 他遇见那个性不好的, 我不受你的救济啊, 我乐死了, 我不必受你的接济啊, 那就是用这个平等的悲, 无缘的慈, 无缘的慈啊, 你跟我有缘, 我给你一个大苹果, 他跟我没有缘, 我给他一个小苹果, 不能讲缘, 要讲词的话就不能讲缘, 说我们经常用这个, 等量而奇观, 说于法等者, 于财亦等, 在佛法上你能平等看, 在财上也是平等供养, 如果有两个法师讲经, 那两个法师你就, 应该一类平等, 你把我们上司放一样口, 你们就是用平等, 用平等了, 那么, 大家解缘的钱, 一个人, 一粒平等, 一个人分了三千多块, 如果你们自己包分的话, 可能就不会讲, 这个师父跟我有缘, 多岁了一百, 这个师父跟我没有不认识, 抽一百, 这个就是不好了, 说于法等者, 于时一等, 那就是等量而奇观点, 不能讲缘与不缘, 缘与不缘, 那是另外一回事情, 有缘嘛, 多讲讲, 没有缘少讲讲, 没有缘越讲越烦恼嘛, 是不是, 就少亲近呢, 但是你要解缘的时候要平等, 要平等, 那除了师父带徒弟来, 师父多一点, 徒弟少一点, 这是理所当然的, 就是没问题的, 那两个都是师父, 那就是一样了, 说就是说, 如果要讲说, 我与你有缘, 与没有缘呢, 那就是有缘再聚, 无缘再散, 有缘再谈, 没有缘就不谈, 那是另外一个说法, 说词就是无缘大词, 不能用缘来语乐, 词能语乐, 我给你的快乐呀, 不能用分别性, 不能用分别性, 悲呢, 应该站在平等立场, 就是平等大悲, 无缘大词, 那么用舌的时候呢, 都是用欢欢喜喜的, 也就是慈悲喜舌, 他这里问呢, 说怎么样子可以圆满谈波罗蜜, 怎么样子可以撕波罗蜜, 如何禅提波罗蜜, 怎么样子做得很圆满, 叫霹雳也波罗蜜, 怎么样子圆满禅魔波罗蜜, 波罗波罗蜜, 怎么样子可以慈悲喜舌修得很圆满, 就是问, 他没有答复, 就像后面才答复, 所以今天呢, 就是讲这个第七段, 就是圆满菩萨横, 圆满菩萨横里边呢, 就是包括了六度四等, 就是六度, 故事刺戒, 引辱精进, 禅精智智慧, 四等呢, 就是慈悲喜舌, 就是用平等心, 用平等观, 今天讲到这里, 。 云和德处, 非处自立, 过未现在夜报自立, 跟圣雷自立, 种种戒自立, 种种解自立, 一切自处道自立, 禅, 解禅, 三昧, 眼镜自立, 许, 注念自立, 无障乃天眼自立, 断诸习自立。 这是第八段, 得佛的实立字, 佛陀呀, 有这个十种的, 智慧的力量, 那么这个十种的, 智慧力量啊, 怎么样可以得到, 这叫做云和, 处非处, 这个就是我们要选择了, 如果在佛的境界啊, 没有对法, 没有处, 没有非处, 缩坡就是极乐, 地狱就是天堂, 但是你在出发心的时间呢, 没有达到那个境界, 一定有处, 有非处, 这一点大家也知道, 但是处与非处啊, 要用智慧来选择。 你比如说我们每一个人呢, 都有点多多少少少的四号, 高兴进教堂, 高兴进佛堂, 高兴打球, 高兴念佛, 这都是一生的这个, 在工作之余, 在工作之余啊, 总要有点这个四号, 你比如说我们在座的各位的四号的就是念佛, 一个星期忙了, 忙下来啊, 那就是啊, 到经社里来啊, 念念佛, 听听讲经, 这是你的最高的享受了, 这是最高的快乐, 那有的嘛, 就是打麻将的, 有空就是打麻将的, 那也是他的最高的快乐, 看看电影啊, 这各样的四号不同, 所以这个用智慧啊, 来选择, 哪一个地方应该去, 哪一个地方不应该去, 哪一个地方可以安身立命, 哪一个地方是危险, 是处, 非处, 要用智慧的力量啊, 来选择, 谈到这里啊, 我们除了与星三规之外, 受八观灾界, 那么还受五戒, 还受菩萨戒, 各位要知道, 各个的界限啊, 都有它一定的规范, 有它的一定的这个, 疑似, 那么我们现在所举行的呢, 完全用方便, 用方便, 在方便于这个规范之中间, 来做的, 也不是完全是方便, 也不是完全那规范来做, 在简化了, 浓缩了, 你比如说我们到哪一个寺庙去受戒, 受菩萨戒, 受这个五戒, 要七天, 那你比如说我最近, 要到香港去传戒, 传三堂大戒, 撒米戒, 碧球戒, 菩萨戒, 这要七天, 我们在台湾, 如果受这个出家的居住戒, 要五十三天呢, 要一个月, 那么天天在颤摩, 天天在那交规矩, 如果七天要把三堂大戒, 受下来呢, 好像是脱工减料了, 实际不严, 完全是站在那个, 船戒正范里边做的, 不过就是啊, 紧凑了, 紧凑了, 那么时间嘛, 缩短了, 还是有这个请戒, 啊, 郑寿, 过滤, 颤摩, 种种的形式都有, 都有, 那我们现在, 有一些个信众, 要到香港去参加这个传戒大会, 这个办手续啊, 就处处处交, 不是政府, 我们佛教会里边, 他政府里规定, 说我们, 除了观光啊, 观光不在此限, 你要出国观光啊, 佛教会不管, 政府也不要这个, 收拾, 应聘出去, 应聘出去, 红法, 或者是这个, 参加法会, 这要是佛教团体来请你去的, 都, 都要佛教会出一个公函, 像内政部, 就等于我们商业团体出去, 要经济部有这么一个公函一样, 我们是宗教团体出去嘛, 由这个内政部, 由佛教会出一个公函, 这个公函呢, 他要的条件很多, 你不是他的会员, 他不给你出, 这是对的, 他不能乱出嘛, 你要是他的会员, 那么你过去不是会员, 临时说我要出国, 我参加你的会员, 他就有点不太欢迎了, 都可以, 那么你要, 叫你那个有团体会员证的寺庙, 证明说你是他这个寺庙的信徒, 来入会, 参加会员, 现在很多的寺庙没有参加团体会员, 这个团体会员的条件很多, 最近我就碰到这么一个事情, 我想我也想参加一个团体会员呢, 要七八千块, 要三十个信徒, 要三十个信徒的名册, 一个人一百块钱三千块, 要赞助费两千是三千块, 要来一个木头牌要一千多, 每年还要交两千七, 好处就是, 我是团体会员, 我有信徒, 我可以接受到佛教会去参加你这个会员, 团体会员不是个人会员, 你看我们都是个人会员呢, 他是外省纪的, 外省纪的个人会员呢, 直接向中国佛教会参加, 本省纪的会员呢, 向你当地的佛教会来参加, 中国佛教会不受理, 那么最近我们就碰到有这么几位啊, 这个信众啊, 过去有皈依证, 那么拿着皈依证佛教会不行, 说要有这个团体会员的这个庙, 出一个证明, 再来入会, 好, 我这个有团体会员的这个庙, 就说这个信徒是我们庙里的护法, 这个很简单嘛, 但是就有的不出, 有的不出, 那么有的出了, 到佛教会一看呢, 不是团体会员, 他有难可查了, 你知道吗, 有几个像我们这个宽道法师那里啊, 我想去找他, 有几个信徒找团体会员, 因为我不是嘛, 宽道法师说他不是团体会员, 后来这个北投中华佛教文化馆, 也不是团体会员, 也不是, 那么结果是, 用的就是过去的这个会员证丢了, 现在重新呢, 补方, 用这个方便呢, 就算是过了一关, 过了一关还不行, 还得你这个寺庙给你出一个证明, 说你是哪一个庙的护法, 是什么子物, 就讲在家人啊, 那么这个我就出了, 我不是庙, 我没有庙啊, 但是我有名字, 叫佛龙, 佛龙就是寺庙的名词了, 或者叫贯宗别院, 我也有个大印啊, 盖和大印说, 这母母人, 母母人是我这个庙里的护法, 你就看这些个手续, 晃来晃去, 到现在我们办手续, 在佛教会这一关还没有出去, 到出入静观的居那里, 还不知道压了好久, 那么出来之后, 我到香港还不知道怎么样, 好难, 居士会呢, 就简单, 但是他出证明要花钱的, 佛教会出证明也要花钱, 佛教会给你出个证明要一千块, 入会是要多少钱我不知道, 一百两百我不知道, 一百, 居士会出个证明要八百, 入会要250, 是350啊, 250, 但是他买我的账, 我是居士会, 因为他说我是居士会的助会导师了, 我也不知道, 他说, 那么字要是你写明法师, 签个字, 介绍这个入会, 我们就, 就承认, 那我就不被团体会员证了, 那么就是这样子, 我们就是用不到的时候啊, 好像没有什么用, 要用到的时候啊, 一关一关给你扛, 给你插着, 我就联想到我们经常啊, 熟鬼于弟子啊, 经常传武戒啊, 菩萨戒啊, 你末两年佛教会都入不进去, 因为没有团体会员证, 你是哪个妙的信徒啊, 不说我们是受借的了, 就是我们三宝弟子嘛, 归于弟子嘛, 后来我就问那个谁, 那个那个那个, 这个这个月, 月宠徽啊, 我说你那里是不是团体会, 因为有几个信徒, 真是, 他们找不到, 我就我也急, 我到处钻了, 他说我是团体会员啊, 我说好, 我说我有几个信徒啊, 想你给出, 那好一句话你拿来, 我给你盖帐, 我说我也想入会啊, 价钱太高, 我就, 我就没办法入了, 入不起了, 他说不要了, 我的会员证就是你的, 你的就是我的样用了, 哈, 好在有这么一个路子在那等着我, 那么如果入, 要叫佛教会的这个, 入佛教会的, 啊, 要团体会员, 才介绍他, 他才接受, 居士会嘛, 就不要团体会员, 就是我, 签个字, 他就给通过了, 那么现在这些个手续都在这里赚, 还在这里赚呢, 我们, 有很多的居士想出国, 参加这个香港这个法会, 还在这个阶段在赚呢, 如果你要是出家人呢, 还麻烦, 出家人还要把你这个团体会员证要影印一份, 就是佛教会发给你这个团体会员证啊, 要影印一份, 那么还要这个这个助次啊, 给你出个证明, 你是这个庙里的什么子物, 子物证明, 这是团体会员证明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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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个出入境不要的, 那么送进去了, 如果送进去的话, 他还要送到你当地的警察局去调查, 那是他的事行了, 看你有没有天科, 看能不能有没有限制你出境的, 如果没有了, 回来了, 教会那个承办人, 他再审查一遍, 要缺什么缺什么, 你再补, 这来回啊, 又是几天, 补进去之后, 准不准还不知道, 他的政策性不准, 说是, 你就是, 这个钱是白花了, 但是如果用这个出国观光的手续就不要了, 出国观光我们直接向外交部来申请, 向这个出入境管理局申请出境, 入境就拿护照了, 因为去香港直接的没有护照, 就出入境, 那也不经过复权会了, 好像自拿个户籍同本呢, 拿几张照片呢, 出国观光, 但是我们去香港, 他没有这一项, 不能到香港观光, 如果你要想要路去可以, 经过新加坡, 经过泰国, 或者是菲律宾, 再申请去香港, 没有几天, 批起来没有几天, 时间配合不上, 尤其费用也贵, 你要经过这么要这么一圈, 这个飞机票钱就不得了, 这样子从这边去嘛, 飞机票, 听说最起码这些飞机, 飞机马航嘛要七千, 那个要转那么一圈要两万多, 那么到了香港不能说是下了飞机就没有车钱了, 或者到庙里吃完了就走了, 也要供个重个, 打个栽个, 解个园啊, 这个要不少钱, 所以平常没有准备, 我都不知道这个事情, 说是发皈依证啊, 发五界的证啊, 什么菩萨界的证啊, 末了佛教会的证没有, 佛教会的会员证没有, 佛教会的会员证没有, 下来出国就等于没有用, 要必须, 我们说我们以后要想办法要, 我们自联警社从前是团体会员, 听说啊, 十几年没有交会费, 这十几年没有交会费啊, 再拿去一算呐, 这就不得了, 你不交会费无效嘛, 如果补交的话, 好几万的, 是不是啊, 那这好几万的就不如新入了, 我新入一个专解会员嘛, 也不过几千块钱呢, 啊, 说是啊, 这个里面现在还在这个, 这个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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, 啊, 还在研究这些个问题了, 我们是一个佛教的一个道场嘛, 大家共修的道场, 平常是没有用, 真正没有用, 啊, 就是出国啊, 应聘啊, 啊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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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那你远念我的话, 啊, 我什么的就是那样吗, energy呢, senhor, 得救了啊多人啊啊, 什 spa, 不让糖你 barbar此ugg嘛,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